這邊呢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MyView4 老師呢您剛剛把我們這個MyView4下載完了 你先看一下 在這裡 點兩下執行 那麼在安裝過程裡面他會要求您 他有兩個部分要做一個就是說 安裝的時候 他有 Windows版 也有雲端版 那 Windows版的話呢他 安裝需要有一個註冊 另外呢我們還需要到他網站去申請一個使用者的帳號 等於說這個是 待會呢他問你的 是屬於就是這個軟體本身的 好所以你看喔 我們 安裝好下一步 同意 對不對 這邊沒有問題 有沒有發現這邊要請你輸入你的信箱 打兩次 打兩次你的信箱 那 這邊 您打好的之後呢需要去收一下信件 好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就再把它貼上去一下 那麼 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繼續下去 可是呢 你要去你的信箱去收信 確認一下說這個信箱 就是 可以用的 好 那這邊我就等他安裝完 等他安裝完 那 我們的MyView4呢其實 其實 是這家公司的 ViewSony 各位小時候都有看過他們家的螢幕吧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三隻鳥 真的有這種鳥 他們公司有養 真的有養這個鳥 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鳥 不是叫三隻鳥 叫胡錦鳥 我有上網查一下 真的 就長這樣子 蠻特別的 那 他們 這個MyView4 其實 我還蠻喜歡 是因為他把軟體跟硬體 是分開的 這裡有缺 有缺一個東西 來 如果你的電腦裡面 有缺 他說這個 VIRTUAL V7++ 你就把它安裝一下就好了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元件下載下來安裝 有點像我們 昨天那個OBS 就是有缺這個元件 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讓他 繼續 那我回到剛剛這邊來 就是 我們這個MyView4 他有雲端版 也有這種 電腦軟體的版本 那 在今年的疫情 其實 他的曝光率有比較高一點 是因為 大家有發現 以前 我們沒有用過這種遠距的 所以你會 以為說 好像有視訊會議 就可以 解決我們的遠距教學問題 結果 大家在用的 包括Google Meet也好啦 包括Room也好 有沒有發現 原來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他原本就不是給開發給教育用的 所以你今天要硬要把他拿過來這邊 就覺得怎麼樣 有點好像 穿衣服好像怎麼樣 不太適合對不對 來這裡 我們把我的畫面打開 那這個MyView4的部分 其實 就是 剛好把這個地方補足一下 因為MyView4他叫電子白板 就是數位的電子白板 那不管是軟體端或是 雲端的都一樣 那他有一個好處 是他把硬體跟軟體分開 也就是以前 像昨天我提到現在國小 他們都是什麼 都是那個中間那個 三塊白板中間 就是一個大的 互動電視 就觸控式的 那等於 你可以用那個去上課 但是呢他現在把軟體跟硬體分開好 就是 即使我們教室裡面 因為高中子以上 基本上 教室不會有那個 那這個時候 你電腦端是可以用 我雖然沒有買你的硬體 可是我電腦是可以用 所以他把軟體分開之後 其實對於他的試占率來講 那 使用上其實 也會有幫助 可是呢對我們 老師來說 沒關係我沒有用你的 不要緊 那也是可以用 而且他的這個 設計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比較接近老是平常上課的那種 教室白板的那種方式 好那您可以看一下 現在軟體有沒有安裝起來了 安裝完成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在您的桌面上 應該會多出一個 在您的桌面上面 有沒有多出一個 那個 Fiveboard這個 MyViewboard的圖示 可是你要先去 使用一下你的那個 信箱喔 就是他 剛剛註冊之後 他會寄一封信給你 如果在 修線夾沒有看到 請你到垃圾信看一下 原則上應該都會收到 那麼在這個 疫情期間 其實我有幫他寫了幾篇文章 做介紹 好就是介紹一下這個買入 當然其實 網路上你還可以看到很多老師 也有做介紹喔 就是 在等於說 他們這塊主要是做教育市場 所以也有 到很多的學校去推廣啊 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大專 甚至補習班 也有人採用 所以 可能 在這次的像這次的資訊展 教育科技展裡面 就他們就辦了40場 從不同領域的 怎麼去用這樣的一個工具 來協助大家 面對這個疫情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 大家都好了之後呢 請來這邊 這裡 在簡報的第幾頁 簡報的第15頁 除了剛剛軟體本身的帳號以外 我們也請大家 進到他的官方網站 註冊一個帳號 在簡報第15頁 您可以進到這邊來 進到他的官方網站之後 他會有中文的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在右上角這裡有沒有登錄跟註冊 比較單純的方式就是老是用 Google的 帳號 或者是 微軟的帳號 還是Apple ID 甚至 高中只好像比較沒有用 教育雲吧 有嗎 也有 所以 如果想要用教育雲也可以 就是 這幾種登錄的方式都OK 當然你個別使用信箱 我也不反對啦 只是說你還是要去搜一個 啟用信件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用它是軟體端 Windows的版本 會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的 註冊的時候 有個信箱 那是針對 電腦的 那第二個 你需要 來這邊 申請一個 使用者的帳號 如果是同學的話 是不用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是當老師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部分先把它申請起來 那你申請了之後呢 授權他登錄之後 他可能會要求老師先填寫幾個基本資料 比如說你是哪個學校的 你是 學校的人數多少 大概在哪個區域的 那個資料大家 隨意啦 那個沒有關係 就是你大概填寫一下 完成之後會像我這樣就進到這個畫面 有沒有就進到這個畫面 這樣你了解了 好所以 麻煩大家 您先完成這兩個動作 一個是軟體的安裝 第二個呢 就是到它官方網站 去註冊帳號 官方網站的部分 在簡報第15頁 就是